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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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且男方还跟他求了婚 张子怡还秀过自己的钻戒 但是不知道最后怎么二人还是分手了 他还被媒体传过和撒贝宁的恋情 不过二人没多久就分手了 账相绝美的张子怡温和铁心会嫁三官 47岁的王丰呢 说到他和王丰 丰喝给张子怡求婚的时候还挺浪漫的 不过王丰那时候是三官 还有一个孩子 虽说他在歌坛有一定的地位 然而除此之外 也没什么会让女孩心动的地方了 国际章选择对象的标准也是很高的 然而二人却走在了一起 让大家很吃惊和不解 张一谋和国际章有过很多次合作 张子怡能有今天这番成绩 可以说离不开张导演的帮助 张一谋一语到处 他说现在张子怡有了名和利 这些对自己来讲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自己想要找一个 可以给自己爱和温暖的人 而等好王丰能给他 或许是太累了 就想选择一个爱自己的人吧 很多网友都说张导演的这番话真是挺屁 现在的张子怡跟风哥 过得也十分甜蜜 前不久张子怡录制 我是演员 汪峰还带着孩子来看老婆的班 张子怡平时是个很严肃的人 可老公一出现 他立马就变温柔了 这样的张子怡也是很可爱的 你再想陆着孩子来看老婆的班